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邀请了演艺圈三对夫妻代表 他们要来控诉另一半令人困扰的疯狂购物行为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每次解决方法都一样好不好 因为你那个书太精彩了 放手 对不对 对 还有一句 才是最好的选择 是这样吧 放手 祝福 OK 不是吧 反正我意思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 那如果说大家要继续保持在一起的关系的话 就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 先介绍天团 好 这边天团呢也有各自都要来 觉得自己另外伴有这个购物款的企业 或自己啦 有吗 来讲一下 两位这个夫妻长 我老婆他非常喜欢买牙刷 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买一大堆牙刷 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我们去逛老街喔 他也可以买一袋牙刷出来 老街的牙刷有怎么样厉害吗 有古早味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一直去哪里找到牙刷啊 然后有一次我就抵制他 我就两天换一只牙刷 因为我们家里实在太多了 然后他就说我很浪费 我懂这种心情 因为是不是有时候不同人来过夜 就要准备不同的牙刷 不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牙刷 它那个放又放不坏 那些以备不吃之处 那像之前有一次就是那个 是有多不吃的 我妹来我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牙刷不够 家里是民宿是不是 然后结果他就没有牙刷 我就直接把King的拿给牙刷 然后刷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然后我就知道很怕被发现 然后我就知道 就会买很多牙刷 想说如果有人要住我们家的话 就不会 所以你便没刷过你老公的牙刷 所以有人来都刷我们牙刷就对了 我妹而已 那你买多点牙刷 什么叫不购物 家人以为经济差 不是 因为我这个人是喜欢 我就买不管多少钱 像我自己很喜欢买瘦身的东西 不管我家几瓶 我家有很多大型的瘦身仪器 什么那种健身的 然后脚踏车啊 跑步机 我家通通都有 我妈常想说 你把家里当什么了 健身房 我就买嘛 像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 瘦身仪器要2万块 我就说 我想一下好了 然后我一回到家 我妹就传结讯说 姐姐 你经济状况还好吗 我就回答说还好啊 怎么了 她说 因为你平常买东西都没在想的 我想说你竟然想说 我想一下好了 我想说你经济状况 是不是出问题了 因为我从来没在想的啊 很明显就对了啊 对 我从来没在想 4万块东西 我说好 我就一口气马上说好啊 我突然想说 想说想一下 她觉得是不是经济有问题 所以你买东西怕家人担心 所以你尽量买 就尽量买 因为我一口气一个月 买三台相机 我都没有在考虑的啊 为什么没买到 我会骂自己 因为我会觉得 我相同的东西 我会一次买很多个 然后人家都帮我疯子 然后但是 我有一次就是小区 比如说明天打八五折 我心里就一直挂念 明天八五折 我一定要去买 可是刚好临时有事我不能去 然后我可能要买那个东西 没买到我回到家 我就一直垂自己的心 然后 那我怎么这么垂 你要不要派医生啊 吵气的心 对啊 因为我就计划很久 因为我都会去问那个小区的人 说 请问你们的八五折是哪一天 他就跟我讲哪一天哪一天 好 我会来 我会来 他说好好好 结果刚好那天我要去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好朋友临时来找我 可能聊天聊了 可是我就一直在想 八五折 八五折 我一定要去 可是他跟我聊太久 我都不能赶他走 然后时间已经到人家营业 读心瓜 对 那CC呢 什么叫冒着生命危险 你要购物 你说我们如果是台风天 放假在家里没事做 我们一定要开车出去购物 不然你说台风天干嘛 真的要去泛舟吗 对不对 购物姐 对 一定要到商场百货公司去 就是在那边一整天 就是有这种客人 害人家百货公司要开店 对 对 要购物够危险 是不是 好 那最爱买什么 你最爱买什么 我其实爱买鞋子 旁边那些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对 这个只是冰山一小角 拿一些你下来 这是什么 拿起来 这些都是代表性的 是什么 像我们家这些保养品啊 我老公买的时候都是 一半打半打 他当啤酒在买的 就是每一样就是 每一样就是六支六支 一手一手的 你买他买 半打半打 这个是他买的 这一家呢 小型卖场吗 小型卖场吗 八五折的时候 扫了 就把他桌面上全部扫下 那是什么 那是批货 膠原蛋白 对 你吃了你不够这样 你有在吃吗 没有 我比较漂亮 那时候生了 不吃干啥 刚才要喝得多 这也是保兵啊 我都会一次买好几罐 那不会放到坏掉 没有没有 就快坏掉的时候 我就开始送人家 送给你用好了 所以那是全身都涂啊 没有 有时候真的涂不完 就涂身体涂脚什么都涂啊 涂老公啊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如果他跟我感情比较好 我心里就会盘算 下次就送你 我那个用不完的 我就会这样把它送给他 当见面礼啦 其他也带了什么东西吗 有 Angelo你喜欢三眼怪的东西 对 喜欢三眼怪 其实只要看到三眼怪的 任何东西都会买 像梳子啊 那这两个 为什么还要买两个 因为不同颜色 因为三眼怪都是绿色 笔带 很难得会有出桃红色的 然后还有护唇膏 可以打开吗 可以啊可以 他会心痛 你想一想 可以啦可以啦 看一下就好了 看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是小朋友玩的车子 然后护唇膏 都要收拾 所以你只要看到某样东西就疯了 就看到绿色的 然后像这手机壳 其实他的三只眼睛都已经美了 就耳朵也没 但我还是一直使用它 了解 那我们来介绍这三对艺人 三对夫妇啊 来这个王中平夫妇 欢迎你们 嗨姐 嗨 大家好 你们在一起啊 你们在一起很久了 对啊 因为很久没看到你们一起出现 我们也带一起 对 依依跟Stanley 我觉得我有点上座单元了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买的东西都是实用的 美人姐我送你的衣服 欸 佩佩 美人姐 美人姐 你现在只要送两件了啦 对对对对 一次要送两件才不会认错人 美人姐 你认错没关系 她老公不要认错就来 我刚刚开路前来讲说 Stanley是谁 一一老公不是小鱼吗 所以哪是佩佩 不是这样 好 所以要问一下 你们这个家里面经济大权是谁在掌控的 黄仁姐 是你嘛 不用看 上面那一组呢 也是秀琴 好 那这一组呢 我们各管各的 很好 你走你的路了 对 快变到扬镳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其实是夫妻都要互相控诉 大家不看喔 谁真的是乱买东西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惩罚她 要投票要惩罚 是了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购房控诉大会 三对夫妻 将分别控诉她们的另一半 到底有多爱乱买东西 好 浩然姐 你要先控诉你老公 我老公 他非常地爱买酒 重点是 他不喝酒 什么 不喝酒 他买酒 对 他不喝酒 而且我们家酒多到是一箱一箱的在放 包括我的衣橱 包括孩子的衣柜 这什么 天哪 这是孩子的书柜 这孩子的书柜 孩子的书柜放酒 对 因为她买到多到没地方放 你看这是我的那个 我化妆台下面的柜子 都是她的酒 中美哥我很适得住你家 所以我们可以帮忙 而且美人姐她喜欢买 所以今天来的酒 所以是帮着买 我也可以帮 我也可以帮忙 我也可以帮忙 大家帮了吧 好不好 交给你们了 而且她买酒 你带走就不是朋友 因为这个酒 都非常有意义的 酒瓶还你 酒瓶还你 不是 朋友 我们拿酒 美人姐 你手上放的那一瓶 都有意义你知道吗 都有 那一瓶酒呢 她酿的时候刚好是 余浩然出生那一年 1879年 1879年 没有 那个是 1879年 那公布出来了 你是怎么保养的 她没这么老 好 这个酒场1879 是 是 那个酒就是1972年的时候 你有在乎吗 我不在乎 而且我觉得你既然都有心 那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喝掉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真的 好不好 茶 这个 这个呢 这一罐呢 这罐酒很特别 什么 这个比较好拿 这个 这瓶酒呢 他酿了那一年 刚好是我受孕 你受孕 出生在前一年就对了 1966年 对 你受孕 还是你让我受孕 没有 我1967年出生了嘛 就是 这么老的意思啊 对啊 1966年 有个年代 也还好啦 这瓶就 这瓶就很喜气啊 就我们可以帮忙了吧 对 反正这个你买两三香的OK啦 对 你加那么多 三四香 三四香 OK OK 哇 那么多 这个你看 民国一百年 对不对 百年好喝吧 对不对 百年好喝 对 然后呢 这瓶她说是儿子结婚的时候 她要开来喝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呢 我 1974年 就1974年那个酿的 对 然后呢她是2004年装瓶的 所以三十年的麦卡伦 然后那时候 刚好是我第一次接触酒 然后就是跟好朋友 酒孔我们就一起买 所以你对她没办法 我曾经就是想说 把家里只要有空的柜子 我都堆满 让她没有地方可以放 她很聪明 她后来就是把家里面 先堆满的酒 她一箱一箱地打包之后 先运到别的地方放 先把家里的柜子 通通清空了再买 而且每次买酒 就会送一些行李箱 然后她都会怕我 知道她买酒 她都会把行李箱 也藏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每次都是透过刷卡单来了 才发现 怎么在免税店又刷了好几万 其实酒买来呢 像我这个九千五买了 到现在已经好几万了 那总有一天要喝它 要卖才有啊 所以我不卖了 但是呢 我们到那个时候喝的时候 那个感觉你知道 是不是很爽 到哪个时候 做谷的时候吗 等一下 这个我儿子结婚的时候 就要给他开了啦 万一你儿子不结呢 万一他喜欢男生呢 妳是什么妈妈 对不对 会啦 不管怎么样 总是会有一天喝啦 万一他结 儿子会有我们喝啦 为了这一罐酒 叫你儿子夾结婚一下 而且万一在他结婚前 我不小心整理的时候 狂浪打破了呢 怎么办 那我就叫你提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王中平要控诉余皓然的事情 正面 好 对 有的人呢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妈妈 是一个好太太 他一定要借由他的东西 来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感觉 贤惠感 对 所以呢 这些东西为了要符合他自己 心中的那个肯定自己的 所以他就买了 咖啡机嘛 这个是咖啡机 这台已经是家里的第三台 还是第四台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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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胶囊 这喝黑咖啡的 还有喝拿铁的 有各式各样 还有酒精灯的 不是 请问你讲到这些 你分得出来 味道怎么样吗 我当然分得出来啊 我当然分得出来啊 我听你在弄 我帮你揭好了 我帮你揭好了 揭揭揭 所以你觉得咖啡买一种 买一台就好了 我觉得买一台就好了 然后在煮的时候 家里就有咖啡香了 对啊 我真的觉得浩然 这些都不要了 太多了啦 就买一台可以煮拿铁 可以用这个的 大概 美人姐喝点子耶 还自动给水啊 再买一台是所有功能的都有吗 没有没有 而且你厨房拆掉一般 有自动给水啊 自动清洗 系统重座 为什么不拆掉呢 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闲 会这么省 他们在闲呢 对啊 真的 照他跟他打掉 你用啊 真的 那个可以买好多酒耶 你在打他 对 浩然姐 浩然姐那一台我250 跟你买二手的 然后 那我说什么 然后呢 他觉得就说 为了我们全家 要吃面包 他就去买了一台面包机 刚开始呢 我们觉得很新奇喔 他很认真 然后呢 一个礼拜做三次喔 然后渐渐的 就三个礼拜做一次了 然后就三个月做一次了 现在三年做一次了 你不能这样讲 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之前工作有 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常做 那有时候你知道 有工作的时候 你回到家很累 你没有办法再去发面包揉面团 对 但不代表我不会做他 而且秀琴你自己说 我的脸书 是不是常常会碰面包 那些我做的 有 没错 秀琴的表情 不是 秀琴 不是秀琴 我跟你讲 秀琴的表情就是努力在搜寻 有吗 什么时候 我最近都看到你跟你女儿去 我想不起 这一台六千多 这个咧 这台六千多 对 钱不管多跟少 还没有他一瓶酒的钱 对啊 完了 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这是什么 我觉得钱呢 不管是花多花少 他就是只要看到那个 有这些箱子 我们家的行李箱蛮多的 他买了差不多七八个 而且前几天又更加订了一个 要带回来的 那我在想说 每天要出国是不是 你有那么多 多时间出国吗 你有限制他的经济 呃 我是没有 因为 对我来说 以前呢 经济大选在他那里是 因为那时候是我在工作 我想说他闲着在家里无聊嘛 对 有一点点钱也不多 让他这样算一下 有一点点那个事情做 结果没想到 他就习惯了 有时候我跟他要一点点钱的时候 他都还会摆脸孔给我看 那之前我买酒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都是他的付卡 他曾经把我剪卡过 哦 不是 主卡本来就有剪付卡的权利啊 对啊 对不对 有错吗 没错没错 他这样抱怨好像很对哦 对啊 可是问题是这些年来 他在这样严格的限制底下 他也没有少买酒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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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以买来是买到啦 好 请回座 你的酒不饱了 请回座 我说钟平哥 还请你节哀 家中的收藏酒 记得要好好藏起来哦 好 我们在听传这边 有没有另外一半买了一些东西 但几乎没什么在用的经验 有有 我老婆好像觉得买健身器 才买了就会瘦 她有一次买了两三台在家里 她买两三台 然后只用过两三次而已 然后结果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就不再用 她说第一怕吵到邻居 吵到楼下 可是那都是借口 因为她早上她还跑去那个 运动中去健身 然后晚上那个假的她也不用 然后现在那些都摆在家里 好像装置艺术一样 就放在那边 我有在用 就是买来那一天 当天有用 然后还有她不在的时候 我有用 而且当天我买来的时候 见夫妻的时候 她看到的时候还很开心 她说那我也可以练啊 很棒啊 男生可以练六块几什么 结果她上去做 根本做不到五下 她就嫌累 她根本做不起来 然后之后 然后就说什么 你买这浪费钱什么 可是当下看到的时候很开心 就说我也可以使用 那我们看一下 这位妇人 她遇到这种事情 来 接下来 由陈志远与林秀芹接棒上场 究竟在双方心中 谁才是购物狂呢 好了 秀芹先来了 可以 实用的 实用的 阿姆 这是你卖给她的脚踏车 一万四吗 这一台我真的不太记得是多少钱 就是 就是 这吉安特的吗 这个大概 两万块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跟你讲 这一台车 她这个人 她就是会贪小便宜 我平常觉得她不会上网购物 结果她竟然会上网去买小折 然后她就说 又打折大概六七千块 结果她想说 她不知道她的那个公斤数 很重 然后她也不知道那个承载量 结果送来的时候 又比那个实体 又比原来的还小台 你知道 她骑一骑 就快要解体了 然后 就算了 而且这一台已经第四台了 她要嘛 她有时候她就觉得说 前一天喝太多酒 她想要挥发一下她的酒精 从那个家里面要骑到那个店里面 结果呢她骑过去 然后呢 晚上又喝酒她又骑不回来了 然后 不然就是她可能中途去吃了一碗面 所以她有四台了 对 这一台是真的 就是 已经有点 有回损率 有在骑的啦 其他两三台呢 都新的 不是 其他两三台要嘛她不见了 她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然后又再买一台 就这样 其他台也那么贵吗 其他台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她每次都会乱讲 对 都没有讲实话 都没有讲实话 然后我就说 结果 对 然后呢 然后店里面突然 那个管理人就说 程先生你又忘记你这台车 然后店里面就放了三台车 那健身器材也爱买吗 健身器材 我真的很想吐 你看喔 这边有两个喔 她买来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拆开过 上面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TD向上什么 就是那个这样子 做腹肌的那种 做腹肌的那种 健肤器 她只会在朋友家做 她送来的是腹肌器啦 所以我就不用了 喂 甘雨晴你不懂 这没开箱的会保值 她送来的是腹肌器 你保抗力啊 开箱转手可以 而且喔 她喜欢在朋友家做 然后回来的时候 没有拆开过 下面那个是什么 什么摇豚肌 还是什么肌 她是说要买给我的 然后呢 我说她怎么操作 你要教我啊 她说 等我们搬家的时候 我再教你 就摆到这边 我们从旧家搬到新家 到现在还没有 我真的觉得分开 因为我自从分开之后啊 甘雨晴不要闹了 你还是很会摆这种 微博的地方 中间都很多 我现在都没有 直接乱七八糟 空间就变宽了 很宽对不对 而且她买的东西 都很定地 这个是什么 高压氧嘛 氧气 而且我们那时候 是在过八八节 我们在教会 有什么样的氧气 现在就累了 所以 不是 人家那个卫教的 只是来讲说 我现在来卫教 来做一个那个 CPR的一个仪器教学 然后她只是 最后附带这个 她就说 我们现在还有 还是什么 要推这个啊 然后前面的人 我们前面都没有人 在听她讲话 只有我老公一直很认真 她最后听到一个Keyword 说 这个也可以结束罪 买了 买了 整个眼睛都亮起来了 然后 而且我是想到 没有人往后面走 只有我老公往后面走 就一直跟着那个解说员 他不是只有买一台 他买两台 解束罪当然就是我自己想要 那重点是我晚上不好睡 然后她有解说说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就是 吸的时候你晚上 我要买这个超有用的 对 有吗 这帮助睡眠 睡两个小时等于睡六个小时 一样 真的假的 对 现在乡前你有买 我没有买 其实她应该算是 活化细胞 对 让你比较舒服 对 真的 那她也可以结束罪 但是这样一整晚 不是 你只要吸 你不能吸 你大概吸个五次就好了 她打开 我示范给你看 多少钱 多少钱 你帮我拿东西 你帮我拿东西 这个不是笑气吧 这很贵吧 好快喔 要憋住吧 他不能讲话 要憋住 憋住15秒左右 然后再呼吸 再四五次 你给纳豆吸一下 用鼻子 你要不要主持人家 就睡着了 不是 这 用鼻子呼吸 开到最大 好 憋气 这安全 为什么啊 为什么要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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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你可以呼吸一下好吗 怎么了 有感觉吗 有蛮舒服的啊 真的假的 这高一氧是对人体 真的有法子 我不觉得是什么 所以打哈欠 真的我没有欠养 没有 在哪里买 我都想打哈欠了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吗 不便宜 今天跟秀琴相处 真的就像在高空一样 很缺氧 压力很大 好 那我们听听看 我们听听看 志远要抱怨 相反控诉什么 好不好 好 干嘛 美人姐 美人姐 看了就知道 金玉冰 金玉冰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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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谁喜欢的 你们就拿 舒适宪 拿走 拿走 OK的 OK的 谁在你有事吗 我就是 我跟妳讲 我就是有事 我就是有 我讲这三个抱枕好了 买这抱枕 包括连这个衣服 都是他要去看什么 舒适宪 舒适宪 我老公 他去买的 然后51号 然后我就很气 你为什么要让我穿这个 而且你睡觉的时候 我就在你旁边 但是问题是 对 我觉得超奇怪 问题是你把这个 金玉冰 还有舒适宪 放在旁边 好像就没有我的存在 你知道吗 所以 然后我觉得 秀琴是同床异梦 你到底在想谁 所以我为什么 所以我生不出来 第二她的原因 就是她们两个害的 等一下 每次我要抱她的时候 舒适宪过来 等一下 你们家餐厅是什么风格 为什么是这种碗 梅恩姐 这不是餐厅 这个说来话 这个是家 对 她这次跟朋友去巴厘岛 我跟她讲说 你这次去玩就好好放松 都不要买 那以前我们去过巴厘岛 我买过什么长颈鹿 那些都是很大型的木雕 这种 OK 那这次不要买 就放松的一个行程 这样的餐具跟你家的风格搭吗 我的 你说家里吗 家里是白色的餐桌很搭 不是你要买就要整套都换掉 包含筷子什么也都要换 筷子我有买 筷子我有买 她没有拿到 她都包起来一包一包的 她没有拿到 像这个我要讲这个故事 这个东西 爱心便当 对 爱心便当 这个东西已经放了大概三年 都没有拆封 那因为一句 女儿的一句话说 妈妈 你能不能帮我做个爱心便当 像日本一样那种 对 然后她就跟女儿去逛那个老后夜市 老后夜市有卖那种 就是很多的那种 石块啊什么 很便宜的 她就一直去买了很多这样子 而且都没有拆封 到现在一次 女儿要四年级了 还没有做过爱心便当 女儿四年级了 有一天会做嘛 什么叫有一天 买来就要做 所以东西要务实 要好用才行 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要做的话 就比如说你可能女儿想吃 我会做 我今天回家就会做 女儿想要吃寿司的话你就做 这个是 今天回家就做 做蛋 这叫什么 搅拌器 搅理棒 搅理棒 做很多农汤 她要做农汤或者做什么 她有一次是夏天的关系 她要做什么 冰沙是不是 然后到现在也 绝对打不了冰沙的呀 有 她可以 她可以 这是那个淡如姐介绍的那一个牌子 不是啊 如果你用过对不对 这边会有痕迹不对 超新的 都没有用过 喂 你有事吗 我说你买在干什么 你要打什么她会怎样生锈 她就是不锈钢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tattoo的 就是贴的用贴的 她最近很爱 她最近很爱 这个可以 因为她是艺人嘛 OK 好了 她也硬叫我贴 我说你贴可以贴好什么 贴的干嘛 老兵啊 这不是海军老兵在贴的 这个她用得到 因为这是艺人 工作上用得到 那这个呢 这个家里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用这个 这个背套了 星星背套 对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买两个 你可以买不同颜色的 这个真的是 我真的是多买 因为你知道 在半夜啊 她有时候送 网路会不稳 然后我就 这个重复订了 就想说到底送来一次 为什么还有一个 所以你们家的卧室的风格 是搭吗 搭 这是搭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没有要买 好啊 我可以卖 这没有用过 还没用过的 多少钱 这多少钱 800块 我们私底下再说好了 那照片是什么 大家 这个更糟糕 这个更糟糕 这个叫冷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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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一次购买 四台 然后我就要 我说妈妈你买这干什么 她说 没有一台冷气 是不是要花三五万五六万 那有时候呢 家里面其实真的小面积 不用开到冷气 然后她只要 她有那个加那个 她的冷煤跟加冰块 其实就是一样的凉风 好 那我问你 你家有没有冷气 有冷气啊 那你干嘛买冷风扇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店里面 不要浪费店 不要浪费店 没有 我另外两台想说 是放在店里面 因为我们是半开放式的 有时候客人坐外面 会有点热 再来喔 这个放在店里对不对 我多贴心啊 客人没有感觉到会凉 还是那样 真的没有感觉到会凉 所以两万 总共花了差不多两万多块 功能不一样 而且她要把两台放回家里 到现在还没拆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家里有冷气啊 你干嘛 都不要用 都不要用 我们那两台可以不要用 可以卖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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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谁要 直接送给她 有 有 生气 生气 家里那个 我跟你讲 那仪器真的没有在弄 我就送给大家了 好厉害 听说她去便利商店 也会买东西喔 她去便利商店 也是一个很夸张 像昨天 我只是只要去缴个费而已 逛出来的时候 大概就这么一大袋出来 那全部都是零食啊 我说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她说没有啊 家里面会有很多客人来 台湾会来啦 重点啊 我们今天没有要请客人来喔 我们就是在家里 她说把这个先放着 好放着 然后有客人来的时候 爸爸我们再去外面买东西 她又再买了一次 所以我们家的那个 那个什么 瓦斯炉下面 放那个糖果的 都是满满的 所以Kim你有觉得很像你老婆 真的 她只要去卖场 她一定要买东西 不管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进卖场 而且明明都已经前一天去过了 然后逛了一大堆 她就拿了一个棉花棒也好 或者是一杯奶茶 然后就在那边排队排很长 就为了买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无聊 家里已经有很多了 她说因为我们车停在这边 这样可以抵停车费 对 因为有道理啊 棉花棒可以抵停车费 你有道理啊 因为停车费 她那里一个300块 买300块可以免费停一个小时 那我们在那边吃餐 我们停车240了 是不是差60块 就可以停一个小时免费 对 那就随便买个东西 就刚好 就可以停一个小时划算 对 差60块可以停一个小时 你看他妈妈可以用啊 60块共两个小时 那不是我要再多过两个小时 你这个停车费 对不对 我可以接受啊 这个没有停 边境商店停什么 请回来急 请回来急快打起来了 去做 紧接着由一向场 控诉老公史丹利的购物狂行为 究竟史丹利该如何反驳呢 好 接下来一一 哇 这太狡猾了 那什么都是 什么都是 这我也想带回家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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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带回家 值得 值得 好吗 快吧 你们都有 生儿子可以传成下去 真的 可是哪一个可以传 哪一个可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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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 都可以啊 公仔 他就喜欢公仔 你儿子长大 他已经都不认识这些了 他不只两个 家里应该至少有 十几个电脑萤幕 他是FBI 有事吗 这只是其中一面墙 记得都是泰克吗 还是 对 我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其实 你的这辈子的志愿 我今天是想要去当保全 保全 保全很简单 你去应征就可以了 对 没有 我因为我有那个 因为不是我有一个 就是一个电脑萤幕 那不是有很多视窗吗 对 那我自己有个 工作室 我不喜欢把视窗重叠 所以我必须要买很多萤幕 让它全部都 他不喜欢压来压去的 对 压来压去 而且 那个萤幕现在越出越大 所以我变成说 我就会越买越大这样子 你买 不得已 对 真的不得已 所以他 所以他 我觉得这一个 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他有一整个仓库都是公仔 哇 我觉得他为了公仔 值得 做了很多很夸张的事情 这个是你 钢铁人 你说钢铁人 对 钢铁人 但是他当初跟我说 老婆我跟你说 你知道这些好可爱 我说 他问我可不可以买 我说一支多少钱 他说四百 我说四百 OK啊 这有什么好问你就买啊 你的兴趣 结果殊不知 一支这样四百 一格四百 对 殊不知他一系列有三十支 三十支加起来就破万了 他没有跟我讲说破万啊 还好 还好啊 四百很便宜啊 跟中提哥比我觉得还好 真的真的 这不是钢铁人 那是钢蛋 钢蛋是那个男人的梦想 我们拥有他 这是我们某个蛋台时候的梦 你看 但是我觉得 这一支 这一支是现在台湾应该是买不到 而且我 热捷他已经是圣诞 限定版 Who care Who care 但是我还没说完 他可怕的是 因为我那时候就说 老公我们一登记结婚 我就怀孕了 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去度蜜月 我就说 你看四五月医生说 正好可以去日本的时候 拜托你带我去 拜托你带我去 但是他迟迟就不带我去 有一天我就在他的衣柜里面 发现了一张机票是飞往日本的 而且时间一看 快到了 快到了 对 就是快到了这个月 可是只有一张机票 和他的护照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想说 他到底要去哪里 然后后来我才去问他 他才跟我说 其实他跟他的兄弟们约好 要特地去日本买公仔 我说 不带你去 不带我去 带兄弟去 对 而且我那时候就说 我想去 我想要去度蜜月 我都没有度到蜜月 他就是不带我去 结果自己买了一张机票 自己要飞过去 因为买公仔 我们是要去秋夜园那边 对 那你去 你会觉得无聊 而且你要怀孕 你怎么去 你刚才要就好 秋夜园就不是每天 他两天去那个别的 光你们的我看去 光我的 他为了要买公仔 特地飞到日本 对 好 合理 合理啊 我收店王 我收公仔 我也是要去秋夜园收 对 那你带你去 但你一个人 对 而且我怀孕 OK 他不照顾孕妇 我觉得这个也 这怎么啦 这也很可怕 在家里走路 小朋友会吓到 小朋友一定会说好酷 哪有好酷 这面具本来是要辟邪的 好酷 阿末以前演了一套电影 是铁血战士 系列的面具 所以你带着面具 跟他玩具 不要放有脸的东西 他就只是个雕像 是喔 人家说家里不要放有脸的东西 尤其是7月的时候 送你们啦 快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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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说 这个上万喔 光这个面具上万块 超帅 你整集就戴这个 好适合 我先走了 好适合 你整集就戴这个 对 旁边可以发亮 旁边可以发亮 这个包包的 旁边会发亮 旁边会发亮 好可怕 所以你们家有多少这些东西 我数不完 至少有 你知不知道他会这样 我一开始不知道 但我觉得人有一些 自己的收藏是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 我会比较在意的是 态度问题 像我那时候嫁给他的时候 我就说 你们家里的衣柜就是不够 因为女生嘛 然后常常会买一些衣服 他说好 不然我的衣柜一部分分给你 他就没有特地要为了我 再去买衣柜 然后我就觉得 好委屈喔 衣服都放不下 都只能一直塞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 有一个货 寄来家 就是人家搬搬搬到家里来了 是一个大的柜子 我想说 这该不会是 要付我的吧 好贴心喔 对 就是一个大型的 然后一打开来 这个能放什么 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 精品的展示柜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自己去订做 自己设计了一个 放他公仔玩具的展示柜 而且还打灯 等一下你是要放你 超专业 你看公仔真的好贴心喔 太专业了吧 太过分了 快要比我还要高的一个柜子 很好看耶 这个如果让我 让我来放东西 我可以放多少 你本来觉得是 一堆烂玩具 放里面觉得好厉害 厉害 博物馆 变博物馆 绝版品 真的 好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扣诉 好不好 来 史大利换你 看到 你看看到这些 我觉得我公仔一点 我一点那个 稀奇都没有 真的 真的这个在浪费 这个家里有几箱 这 这你的吗 这个 这个都是用得到的 这个其实真的是一部分而已 有一次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网路上 没有 他有指定了一个限量款 然后叫我去帮他买 结果我就透过关系 从美国 空运回来 就为了买 一个绝版品 一个绝版品买了给他 结果后来 搬进我家 他就把他的 所有的collection 搬到我家来 整共有三大袋 三大袋 然后我觉得很夸张 那重点来了 就是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 你买那么多指甲油 你为什么不来涂一下 他说我 手不能涂指甲油 你买干嘛 你买干嘛 不是 因为 就是喜欢 你这个要开美甲店吗 他也没有开 你这是病了 我没有生病 你要去看心理医师 不是 他每个颜色 他挑相同颜色 他会买很多 他会买很多 哇 哇 哇 你这个 你看 他相同颜色 太多了吧 他不涂指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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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生病 我一开始不知道我不能涂 我是涂了一下 涂了几次之后 发现我指甲很容易断裂 我就想说我不适合 但都已经收集下去了 你能不收集吗 你就已经对他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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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是多大的脸 要这么多台系 洗脸机超多 这个洗脸机是有用的吧 是厉害的啊 可是他每一袋都会出新款 太多台了吧 真的浪费 你那个大洞很像吹风机 他平常 他平常不会送礼物给我 他有一次说老公 我送个礼物给你 我送个礼物给你 他知道我喜欢黑色 他送过来就只有给我这个东西 这个吗 这是纸胶袋 纸胶袋 纸胶袋现在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真的 有很多族群的喜欢 很厉害 真的啦 真的很多族群的喜欢 不是他能干嘛 纸胶袋 纸胶袋就是可以拿来黏东西 一整柜 那这都是 那个柜子 你看 好 比人还高的柜子 都是纸做的胶袋 其实我觉得这些纸胶袋 其实最近很红的原因是因为 像这个我里面这一盒 都是台湾的设计师 可以不要介绍了吗 没有很想听 台湾的年轻人自己设计的很有意义 是不是应该同场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绝版了 还有 这个我都查得到的 这个网络上很多人在讨论 每一个人只要看到我手上 这一盒 电视机前面的人都在尖叫 他要尖叫 有吗 他就尖叫说买太多了 是真的 所以这只是收场没有要用 可以用 我希望 我希望买来的东西就是要用 那远看很像那个彩带 这个 抛彩带 这几个真的是厉害 因为这一家工厂已经烧掉了 所以这是我大概 唯一仅存收到的几套了 帽子你也收 同样颜色的帽子这么多 对 他每次出去他就会说 我想要戴帽子 但我又忘记戴了 结果他出去他每次都会下车 就会马上去买一顶帽子 对 结果买来买去都是这个款式 基本上都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不要一样的太多 很像 其实仔细看有点不一样 颜色有点不一样 明明就一样 可以用买一个百搭的 不要动 好看 再给我 好看啊 这男女试用 没有 我说别人戴好看 你戴就不好看 为什么 送人 送人 一模一模一模 这个 OK了 其实你们乍看之下 以为这个帽子长得都一样 但是这都是我精心挑过是 好来 这几顶我们镜头take一下 好看啊 时尚 有什么不一样 好不一样 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 尤其是有两顶 你老公的跟那个谁 那个Kim的都一模一样啊 你说这两个 对 你有发现到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这要买两顶吗 因为有一顶 我会忘记买 不是 因为有一顶被老公压坏了 所以我就说要预防这种事情发生 他每一次都是乱压我的帽子 那个不行 新年纪不行 新年纪不行 好像有什么团体 新年纪那个是限定版的 好像有什么团体 新年纪那个是限定版的 新年纪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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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也要当天团 那么高兴 你 Almo 你手上那个是 新年纪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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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回座 玩三对夫妻党 各自的控诉之后 不得不说 男女生们 在购买 以及物品的价值观点上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 不论是什么样的物品 过度的购买行为 其实都会对另一半 带来不少困扰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 四旁化大审判 究竟三组夫妻充 谁才是真正的购乌狂呢 好 刚刚说要惩罚 对不对 是 三组艺人夫妻 彼此都控诉完了 我们现在来投票 对 到底哪一位艺人的 所作所为 最夸张 最符合瞎买 请写 好 天团那边的答案 请翻出来 史丹利 中平哥 中平哥 伊伊 中平哥 伊伊伊伊 伊伊 秀琴 OK 好 翻好 翻好 来 我们这边看一下 你们是为了想得到洗脸肌是不是 纸胶带伊伊 公仔 史丹利 伊伊伊伊伊 中平哥 秀琴姐 泰 纸胶带是我的意思吗 对 你可以写我 我不可以写你 你交代这么使用 我这个中平哥的比较实用 真的中平哥的比较实用 而且可以增值 你那个什么 我那个 工厂烧掉的 我那个有 我那个可以增值 你能不能变增值 我看 好 所以目前投取起来 几票 1个6票 差一点 所以我们这两票 有投没投 都没有关系 可是其实我反而 其实我个人 我不会投回伊伊 因为我觉得伊伊 她东西至少是 实用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秀琴的东西 反而是买来 然后 我个人 真的 有一天会用得到 你那个看的不賞心悦目 哪里会 我们是用实用的 不是賞心悦目 你用的放在那边 还生灰尘 也不会保持 你用的 你用的便当 可能我女的 她会自己做 她打开 你这样是很用 是不是 伊伊 不好意思 我把你对面没收 我的实验 我的实验是真的 对 起门打开把她推走 谢谢 我的天 我们不要推走 我们选错 她推走等一下 我们还要买更多 不是 我们选错 我们应该要选中平哥 对不对 对 我们才有久了 我们才有久了 中选一次 对 吓死我了 其实这样的人 也可以活得很开心 他人世间 还有留恋的东西 对 对不对 祝你们健康 谢谢